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有什么别有病,缺什么别缺健康 虽然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了健康,一切都是浮云 糖尿病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导致的血糖过高,引起的代谢障碍 其实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与控制避免的 糖尿病是一种不易根治的慢性疾病 很多人都想寻求治疗糖尿病的偏方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对于控制血糖和预防糖尿病 有很大帮助的食疗茶饮偏方 可以很好地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糖耐量 达到降低血糖,降低血脂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 软化血管,解除疲劳 这种方法不仅简单,而且非常有效 首先我们来准备八克左右的绝冰子 绝冰子它是常用的中药之一 绝冰子主要的功效是清肝明目,润肠通便 绝冰子性微凉,胃苦,肝,咸,入肝精,肾精 绝冰子能够清肝益肾,又能够宣散风热 而且有明目的效果,是眼科常用的中药材 是肝胆预热或风日外席导致的头痛、目赤 或者是肝肾、阴虚而导致的目暗不明 都可以使用绝冰子 绝冰子还有清肝的作用,常用于高血压 属于肝肝上看者,能够润肠通便,如泪热导致的便秘 或者是高血压等人群,兼有便秘者最为适宜 现代研究发现绝冰子有一定的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的作用 而且还有抑菌作用,绝冰子具有缓解大便的效果 可以使排便通畅而不稀薄,也不会引起腹痛 所以,现在常用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高血糖的辅助治疗上 糖尿病人也可以每天用绝冰子来泡水喝 因为绝冰子泡水有养生的作用 对于控制血糖有辅助的治疗作用 绝冰子泡水还可以预防感冒 还能降低血压,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们用清水把绝冰子表面的灰尘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10克的硫瓣羹 硫瓣茶它是一种降血糖的健康饮料 它不仅可以降血糖,还可以预防高血糖 因为硫瓣里面含有多种天然的活性成分 可以调节人体的类分泌 增强人体的一线功能 促进胰岛素分泌 加速人体类糖的代谢 增强人体的糖耐量 使人体过量的血糖尽快降低 并且硫瓣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这种物质可以促进人体内肠道的蠕动 缩短排便的时间 而且它能够清除人体肠道和血管中基醇的胆固醇 可以预防毒素在人体内堆积 对于人类高发的中风与癌症都有明显的预防作用 平时经常喝一些牛瓣根茶可以预防高血压 因为它含有的挥发油和连叶质 以及咖啡酸和绿原酸等营养成分 都能够直接用于人类的血管 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 也能够扩张血管 提高血管的通透性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高血压 牛瓣我们先把它掰成小块 然后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也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三克绝对的菊花 菊花是中药材的其中一种 味道微苦 药性温和 最选注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 舒散风热了 感冒的时候用菊花泡水喝 能够有效地缓解咳嗽的症状 菊花味道清香 加入菊花后的食物和药物 都会带有菊花的香味 除此之外 菊花还具有以下这些重要的作用 菊花它能够降血压 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 都可以多喝菊花茶 长期饮用可以增加人体的盖质 调节人们的心肌功能 降低胆固醇 常喝能够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 第二 菊花能够清热解毒 上火的时候一般都会喝一些菊花茶 这是因为菊花能够清除肝脏中的热气和毒气 达到清热解毒的作用 平时上火会咽喉肿痛 出现咳嗽的症状 这个时候可以多泡菊花茶来喝 可以缓解肝火万胜 第三 软化血管 延缓衰老 菊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氨基酸 所以也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抵抗力 延缓衰老 增强身体免疫力 夏天照热的时候喝一杯菊花茶 还能够有良好的镇静作用 使我们的身体达到放松 糖尿病人喝一些菊花茶 可以很好地预防糖尿病的运发症发生 清洗干净的菊花也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节的铁棍三药 不需要去皮 加入清水 加入食盐 把三药皮搓洗干净 三药性贫 可以补干 肺 肾 对于糖尿病 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三药中含有丰富的氧化酶 糖蛋白 赖氨酸 主氨酸 金氨酸 天冬氨酸 另外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三药中含有连液蛋白 这种物质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导致的脂肪堆积 以及动脉硬化的发生 三药中的连液蛋白也是蛋白聚糖 它具有降血糖的作用 三药还可以调节增强人体 组织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与利用 改善胰岛素的抵抗 同时三药有非常好的健脾 异味 养肾 固精的作用 清洗干净的三药 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也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三至五颗的枸杞 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枸杞能够补肾 一斤 养肝 明目 生筋 止渴 润肺 安神 还能够降低血糖 帮助修复胰岛素细胞 能够减少血中 甘油伤脂的含量 起到降血脂的作用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加入900毫升左右的清水 用花茶键给它煮上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30分钟之后 我们这道酱糖茶就煮好了 直接把它倒入杯子里面 晾着温热的时候喝 效果会更佳 糖尿病长期以来的危害 非常的大 可以损伤到身体的多个器官 时间长了还会导致一些 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 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多喝一些保养茶 对于我们控制血糖 预防伤高 提高身体免疫力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这道茶喝起来味道比较清淡 还有一股花香味 我们可以把它全天当作带茶饮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